這裡是黑貨娛樂 我叫江萱萱姿 今天教友 請問要怎麼稱呼你 我叫肉絲 哇 好可愛的名字 為什麼我會取這個名字 因為愛吃肉 喔 因為愛吃肉 哇 還蠻可愛的 那你是什麼星座呢 我獅子座的 那你目前什麼職業 呃... Freelancer 我是寫文案的 廣告投案 喔 了解 那你在之前有遇過渣男的經驗嗎 渣男 有啊 有 是發生什麼事情 就他劈腿 那你是怎麼發現的 手機吧 他的 就是小三打電話給他 然後他在我面前講電話 喔 你就聽他講話的那種感覺 對 那你 那你是怎麼就是 證據確鑿的 就直接攤牌啊 就說我已經知道了 就算你不知道 你也要說我已經知道了 啊 哇 這很高超欸 你就攤牌啊 他心虛就是自己承認 對 他心虛 哇 很厲害耶 所以你確實知道一定有 只是你沒有證據 可是你就說我就知道了 你要不要講啦 我今天都知道啦 然後他就都承認了 對 然後他就講了 好 對不起 哇 這女生一定要學起來的耶 要要學要學 那你覺得渣男的會有哪些特性呢 特性啊 窮 很窮 窮 喔 就是會花女生的錢 一定會 想盡各種方法 要你買東西給他 要你出房租 他家狗生病 有的沒的一定會很窮 嗯 就找很多藉口 對 那有沒有一句話想要送給 就是很渣的那個男生 就 沒有啊 就你們繼續渣下去 一定會遇到病跟渣的女生 會提到鐵板 英國報應 那最後有沒有一句正能量的話 鼓勵一下其他女生 其他女生嗎 你就世界上還是有很多好的男生 對 你善良的時候他們就會一直善良 你不善良當然 對 好